日前一名男子在零检点前停车窝在车内,不接受警方谈检九,厕遭开罚,后来法官判决该男罚单免缴,律师林志群在脸书以贴文表示,警察为什么不破窗强制骑离车,他可以装睡,警察也可以破窗的。 林志群说,这个案件涉及两个条文,第一个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,第二个是警察执权行使法第8条,第一个条文只是用在警方设栏检点的情况,一,民众不停车,二,民众停车了,但拒绝就策,那这个案子可不可以用这条? 我说不可以,警方用这个法条罚前调罩,是有问题的,因为这个案件的情况是,这个民众还没到脸检点,他就停车了,停在距离零检点200公尺的地方,既然还没到零检点,就没有第一个条文的适用,警察用这条罚他是搞错法条了。 那警察面对这种发生在飞兰检点的149驾情况,该怎么办? 法条依据就是警察执权行使法第8条,警察有无权利拦停并要求驾驶酒测甚至强制离车,取决于这辆车是否已经发生危害或客观合理判断一身危害。 有的话,警察才可以拦停并要求酒测。 问题来了,何谓会产生危害或一身危害? 具体一点讲,什么叫做异常驾驶? 警察的说法是,我在前面是拦截点,这辆车前面开很快,看到拦截点就赶快停车在路边睡觉。 这个就是异常驾驶行为,让我怀疑他有酒驾,但法院审理后不睬,认为只要该车辆停车前没有蛇行,车速异常,不稳等相当合理之客观是由,进而认定警察该次蓝停不合法。 对于上面两个看法,我比较支持警察的说法,法院检讨该条要件是,是单纯的援引大法官给的标准,可视法是死的,人是活的,标准是死的,案件是活的,大法官给的标准是一个standard模式,警察平常碰到的,都是变形。 不过他也有一个问题,就是警察为什么不破窗强制骑离车,既然你警察已经认定这个人行为异常,疑似酒驾,才会有此闪躲动作,那依照第八条。 第二项,警察是可以强制骑离车的,他可以装睡,警察也可以破窗的。 警察执行酒侧轻误本报资料照片分享。